除了叫下大柱父子俩做小吃 林小柱还叫人给他们两人做了几身衣服 又让袁天野找了个熟悉宫中规矩的老人 教他们一些礼仪 尤其是在婚礼上的一些礼仪规矩 一个月后他会派人来接他们去宣元城 跟老爷子一起受他的礼 到时各国贵族都有人在 要是不懂规矩出了丑 那就糟糕了 这几天下大柱通过教礼仪的老人 终于了解了袁天野在北燕的地位 想起他的亲家是北燕国的太上皇 到时他还要跟比各国皇帝地位更高的宣元圣上 一起受林小柱的礼 便感觉慌张 连连推辞说 他到时候不做上座 只要站在下面观礼就行了 林小柱好说胆说 这才战战兢兢地答应下来 倒是夏秋槐听说 能跟各国皇帝贵族一起参加表姐的婚礼 极为的兴奋 一点也不感觉胆怯 将夏大柱他们安排好 林小柱便要回宣元城去了 袁天野自然是舍不得 却也没有办法 没有短暂的分离 就不会有以后的长相厮守 值得派了袁一 袁二等好几名武功高强的属下去护送他 自己则是送了几十里路 在车里耳病撕磨了好一阵 这才恋恋不舍地下了车 目送他离开 回到宣元城 忙忙乱乱大半个月 这一天 林小柱让人把夏大柱父子俩接了过来 正找了宣元神宫的院子安置他们 便听得紫苏进来禀报 说冬月国的尹王妃和尹王来了 尹王妃怎么也来了 林小柱大惊 忙跟着夏大柱交代一声 赢了出去 当初厨艺大赛结束 萧萧跟着陆建宁回冬月的时候 曾说过要作为他的娘家人 提前半个月来给林小柱操持婚礼 却不想刚回去不久 陆建宁便派人来报喜 说萧萧怀孕了 林小柱当时还特意写了一封信 叮嘱萧萧在家里安心养胎 婚礼是有专人张罗的 无需他操心 却不想 萧萧竟然还是跑来了 到了大厅 他便见到萧萧和陆建宁坐在那里说话 一脸甜蜜的笑容 看到林小柱进来 萧萧习惯性地站起来 想要扑过来搂住林小柱的胳膊 这个动作让陆建宁万分地紧张 紧上几步将他搂进怀里 轻声道 你慢着点 别急 我的姑奶奶 你现在可是大熊猫 千万不能再像以前那样 胡蹦乱跳了 林小柱也忍不住 跟老外婆似的叮嘱 大熊猫 我现在为什么是大熊猫 萧萧眨巴着眼 好奇地问 啊 这不是重点 林小柱想起 这时候的大熊猫 可不是宾威动物 没法跟萧萧解释 赶紧打岔刀 重点是 你走路做事得稳当点 你可是要当娘的人了 说到这里 她想起萧萧不听她的话 竟然一路颠簸着乘车到这里 不由地沉下脸来 瞪着她 道 不是说了让你在家好好休息吗 我成完亲有空 自然会去看你的 你看看 一点也不听话 这么远的路也跑了来 要是出了个什么意外 你想叫我一辈子心里不安呢 又则怪地看了陆建宁一眼 你也是 有得她胡来 陆建宁苦笑一下 我能管得了她就好了 萧萧谁也不怕 就怕林小柱 见林小柱沉了脸 缩了缩脖子 小声地强变道 我这不是没有事吗 而且我什么反应都没有 吃得好睡得香 精神好得很 就因为大夫说怀孕 姐您就把我关在家里 哪都不能去 什么都不能做 我闷得实在是慌 又走上前来 摇一摇林小柱的胳膊 讨好的道 小柱呀 好小柱 你不知道 我虽然有几个姐妹 但因为不同母的缘故 彼此只有敌视和猜疑 在这个世界上 我就只有你一个好朋友了 你就是我的亲妹妹 现在你成亲 我这个做姐姐的都不来 那我这一辈子 岂不是都不会安心呢 是不是啊 林小柱被萧萧说得 心里一阵的感动 当年苏小叔对他极好 也把他当成亲妹妹一样照顾着 但由于他喜欢上了下山 两人如今的地位又不相同 再也不能像好朋友一样 推训致富了 出了山庄后 林小柱的生活环境特殊 也没有接触什么 跟他年龄相仿 心情相投的女子 自然也没有什么同性的朋友 当初他跟萧萧相识 还以为彼此只是过客 以后再不会有什么交集 却不想命运如此神奇 两人会在冬月 那陌生的国度里相遇 最后相互挟持 彼此相依 终成了好朋友 好姐妹 反正来都来了 我还能有把你赶回去不成 他伸出手 亲泥地捏了捏 萧萧的脸 行了 你就安心住下吧 不过我的事 你都不必操劳 都安排妥当了 你就住在这里 等着送我出嫁吧 他转过头去 吩咐云山 尹王和尹王妃 就住在和香院吧 你去看着他们收拾 务必要布置得舒适一些 检查一下 不能有一丁点 对孕妇不好的东西 是 云山领命而去 萧萧听了还没有什么 陆建宁却是极为的不安 我们住在薛园圣宫里面 扰了圣上 不好吧 算了 我们还是另找一个小院子住就好了 相处了一段日子 林小竹知道 老爷子在生活上 是一个极随意的人 而且因为孤独了一辈子的缘故 更喜欢热闹 再说了 萧萧是她的义姐 住在这里送她出嫁 在名义上是说得过去的 就像她的舅舅 以一介平民的身份 也住在轩辕圣宫一样 其他国家的皇族人 便是知道此事 应该也不会引起什么不满 便逗 祖父是个喜欢热闹的人 你们到这里住 他高兴还来不及呢 怎么会嫌弃你们打扰 你们也看到了 这圣宫建在山上 台阶也有一两百级 萧萧住在山下 想要来陪我很不方便的 还是住在这里的好 陆建宁自然不舍得爱妻 每日爬山 见李小竹如此笃定和坚持 便不再推辞 笑道 那好 我们也沾你一回光 住在轩辕圣宫里 萧萧见他们 终于把住处敲定 迫不及待地招手 将两名手里 捧着一个长长大锦盒的丫鬟 给交上来 萧萧将锦盒打开 眼睛亮亮地对林小竹道 小竹你看 这是我给你的天桩 林小竹走过去一看 里面却是一株 高达树尺的红珊瑚 这珊瑚调颗坚挺 枝干浮书 红似火 形象树 极为的好看 林小竹近来跟周里 清理嫁妆 可是知道这珊瑚的贵重 与珍珠 玛瑙 翡翠 等并称为珠宝的红珊瑚 大多生长在深海 数量很稀少 像这种质地细致 色泽鲜艳的 价格十分的昂贵 这一株这么高的珊瑚 至少要值几万两银子 更重要的是 珊瑚在东方的佛典中 被列入七宝之中 在古代 它被视为祥瑞幸福之物 代表高贵与权势 又称瑞宝 是幸福与永恒的象征 萧萧把它当作天桩礼 送给它 可谓是用足了心思